大家好,我是Mira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應該看過我的染頭髮的影片 才慢慢認識我是誰 由兩年前一直都不斷收到 我經常漂染頭髮 究竟我是怎樣維持我的髮飾 然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呢? 其實說真的 我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應該說我用的方法 其實都是經常漂染的人士都知道的方法 如果大家問得我的話 應該都不是經常漂染頭髮的 所以今天就想在這裡解答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方法就是 大家是完全不用任何淺就可以做到 就是不用頭 我是認真的 大家都知道其實染完髮之後 你的頭髮是不是會越來越淺色 就是因為染髮劑一直被你洗走 所以它的顏色才會越來越淺 可能對於染深色的朋友 想頭髮快點變淺色 這個方法就是可行 但是如果你是染比較淺一點的顏色 如果你想維持的話 真的真的不可以洗頭 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我最多試過是五天不洗頭 我真的不可以超過 因為我的頭髮會極度臭 而且頭好像有些東西被張住 所以我是頂不住的感覺 但是有很多的貪美人士 他們是真的可以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我身邊有認識一群人 是這樣的 打從心底裡面佩服他們 那我自己做不到 那坊間會有一些噴霧 或者是粉狀的洗頭水 那如果覺得頭很油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用那些產品 其實都會對控制頭有幫助的 但我覺得在臭味方面 其實真的有點不太能控制到 尤其是飄完髮後 上的任何的淺色 基本上都是一洗頭就拜拜 因為每洗一次頭 它的顏色就會有變不同的顏色 剛剛那次我染了灰色 染的當天會呈現灰啡 然後帶一點綠 然後帶一點紫在裡面 但其實我引了大概三天左右 頂不住了 然後我就洗了一次頭 其實這三天的顏色看起來是很霧面 然後是有一點粉粉的感覺 但洗完一次頭之後 其實那個霧面感就會消失了 那當然它裡面的綠、紫、藍 其實就會跟著消失了 基本上我自己的經驗 大概是洗五次頭 就會變回一個很普通的金啡 或者甚至乎是一個噁心的金啡 然後塗上不同的髮質 都會出現不同的顏色 那方法二是什麼呢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很想洗頭的話 我自己的話 我就洗頭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那麼熱的水 因為就會將你的染髮劑 更加快地洗走 所以就盡量 你可以頂到幾凍的水 就用幾凍的水去洗頭 因為有些人洗頭 可能會下兩次洗頭水 或者是 早上洗一次 晚上洗一次 這樣就盡量減少頭髮碰到洗頭水 或者是水的這個機會 如果你有時是進一些比較潮濕的地方 其實它都有機會會掉色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平時是不打算洗頭 你可能要用浴帽 或者是把頭髮包得比較密實一點 讓它不要接觸到空氣裡面的水分 這樣你的頭髮的顏色 都可以保持久一點點的 那當你染不同的顏色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用回 相對應的護色洗頭水 其實我以前不太用護色洗頭水 一來我不太認識 所以我自己以前 就偏向是不太洗頭的這個方法 我最近就會用護色洗頭水 譬如如果我染了頭 偏比較多紅色的話 我就會選一些紅色的洗頭水 譬如今次我染灰色 因為灰色也是一個冷調的色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紫色的洗頭水 這一支就是紫色洗頭水 它就說適用於染冷色調 以及染灰白的顏色 去除白髮中不月木的黃調 可以延長冷色調的亮度和飽和度 另外它這個品牌也有出賣 相對顏色的護髮素 那我自己就看心情 多數我就只用洗頭水 那我其實在去年 2018年大概9月10月份的時候 我染過一次紅色的 紅色是大概洗過5次頭 它會變回一個中啡色 然後其實剛巧那時候我就在台灣 其實這個品牌 我在台灣的小三美日買它回來的 那時候我就買了紅色 那時候我以為紅髮會保持很久 所以我就非常貪心地 我買了1000毫升回來 我覺得如果你是染冷色調的頭髮 其實因為它的顏色 是會比冷色調快 紫色洗頭水是需要日日用的 日日用才可以保持著那個顏色 但是紅色洗頭水就有另外一個效果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支 我覺得它真的很像染髮劑 因為它擠出來是血紅色 真的好像血一樣 它洗完一次 你的頭髮就會把紅色完全吸收了 變成一個幾乎是鮮紅色的髮色 所以其實那時候 9月10月那一陣子 我是維持了大概一個多月的紅髮 其實本身我染的那個紅色 已經沒有了很久了 大家一直看到的那個紅色 其實就是這支洗頭水的紅色 我是覺得很誇張的 那我本身不是以為是需要日日用的 但是因為 它這個紅色實在紅得太誇張 如果我日日用的話 我的頭髮應該會變得很鮮紅很鮮紅 所以我就大概是一個禮拜用 一至兩次左右 而且我覺得它的顏色也挺頑強 所以為什麼我紅髮維持了一個月左右 我就放棄了 因為我覺得我再用下去 它可能會對我的身體有少少... 不好 就是只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就停了 但是因為我沒有用過其他品牌 我不知道其他品牌會不會都是這樣 那我只是就著這個品牌來講 大家覺得不錯的紅色洗頭水 其實可以推薦一下我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哪個好哪個不好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分享一下 然後第三個方法 其實跟紅色洗頭水有少少相似 就是一些染色的treatment 其實應該很多的牌子都有買的 那我自己就是用這個韓國牌 對啦 都是在韓國買的 那其實我為什麼會試它呢 其實它又不是染髮劑 那我是當它一個油色的護髮素 那就是因為上年六月份的時候 我就漂了頭髮 從深色漂到金色的 然後維持了一個月 因為其實我是一般喜歡那個金色 但我又不想特地去salon 染過別的顏色 因為我也知道 染完之後 我之後也需要花很多的力氣去維持髮色 那我倒不如 我自己改變我的髮色 然後我就走一趟 我就看到 它們有出一個很漂亮的綠色 那我就買了綠色 Digi的確是變了一個很漂亮的綠色出來的 那我也非常滿意 而且為什麼我會買它的最大原因呢 就是它說只需要5分鐘就可以維持5天 那我覺得很方便 那因為我上年的7月 我要去意大利一個月 那我又不想在意大利那個期間 我的髮色會變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想著 嗯早早試了一個 我自己可以控制到那個顏色的產品的話 那我就拿著這個產品去意大利 那但是那個綠色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我是走了出去 染或者我是用染劑 但是完全不是 我只是用這些油色的treatment而已 然後因為我在那個月都一直用這個綠色的treatment 所以大家又是一個錯覺 為什麼我的綠色可以保持這麼久呢 其實treatment我是當護髮素用的 就是每天洗完頭之後 塗上頭等5分鐘 然後我就會洗走的了 我是天天都有做這個補色的步驟 那好像今天這個髮色一樣 其實我也是上了一次這個啡色之後 它就變了一個比較自然的啡 然後帶著到金 因為頭頂那裡我就是沒有漂過 所以大家請忽略頭頂的部分 現在它就會有一點點大綠的啡色 但是我今晚洗完頭之後 它又會再變淺色一點 那是一個沒辦法防止的問題 但是至少我不用經常走出去的salon 一直保險 因為染頭髮其實真的是一個 雙頭髮或者是雙身體的一個動作 所以其實我現在也想盡量減少這個動作 所以我就變相是用這些產品 那所以大家問為什麼我的髮色可以這麼持久呢 原因其實就是大家的錯覺 這個竟然是一個結論 但其實我有認識一些朋友 那它們都是瘋狂喜歡染髮的人 那它們是怎樣維持它的髮色呢 它們是更加誇張的 它們都是一樣的 又是不太會洗頭 然後狂用一些乾的洗頭水 然後真的要洗頭的時候 它們就用冷水洗頭 但是也沒有辦法阻止髮色的掉落 所以它們一覺得差不多 好像掉了顏色 它們又會再補染 它們染的髮色我還記得是紫色 然後藍色 這些是比較容易掉的顏色 那我眼看著它們的髮色 是同一色是維持了半年 所以它們的半年裡面 就是每個月最少染一次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能示範 都不建議大家參考 其實我也覺得自己是有少少五十步少八步的 其實我自己的護色方法也不是非常之正確 不過是因為我見很多朋友問 所以就分享給大家聽 大家其實就看回自己的狀況 而決定要不要染頭髮 或者染什麼顏色的頭髮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可以解答到各位朋友的問題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幫我按下這節 記得follow我的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動漢的 記得按訂閱和防疫鈴鐺 就不怕錯過我的新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